我要跟這個荒謬共處而去享受這個荒謬的過程 還是我覺得這人生實在太荒謬了 我趕快結束我的生命 其實我覺得兩者都是可以選擇 我要選擇其他 其他是什麼 我要跟別人比誰荒謬 這裡是只能喝酒的圖書館 一個出租成見 探索未知的地方 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 你為什麼要自己笑我剛剛 嘿 沒有就是你為什麼要自己笑 哈哈哈哈 那每次開場的時候總是覺得不知道哪裡不太對 哦 那你就開到你自己覺得對的時候 對 对啊 我們今天要聊點什麼 我們今天要聊一個稍微嚴肃一點點的 話題 ok 對 嗯就是 關於自殺這件事情 嗯嗯嗯 就 前一陣子就是有一個藝人 嗯 他 我看完新聞之後我是覺得他是憂鬱症 啊 然後 自殺 對 這樣 那我就看到很多 新聞底下的留言 就是 覺得說 嗯 很傻啊 嗯 然後 嗯 就比較傾向於說 你有沒有怎麼沒有想到你的家人啊 嗯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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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譴責就對了 嗯 比較偏那個方向的 但是 這種話其實蠻蠻常聽的 蠻常聽到的 蠻常聽到的 就是說 像 也有一個習俗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有一個習俗啊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時候 然後就是 要 拿棍子敲那個棺材 嗯 就是打他 就是說 你怎麼這麼不笑 嗯 比爸爸媽媽先離開 對 呃 我一直在想說 當然我這樣講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去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在想說 當他內心有一個有一道坎 他就是真的過不去了 你 留下來的人 還活著的人 或者是說 不是在那個狀態裡面的人 不是在憂鬱症那個狀態裡面的人 你不知道他的痛苦嗎 嗯 你 怎麼去責備這個人呢 嗯嗯 就是說 無論說他是為了生活 為了感情 無論為了什麼 嗯 就是無論為了什麼你 去 你也不認識他 你就在那個底下留言責備 我有就覺得這真的有點多餘啊 嗯當然這是多餘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在經歷的苦痛 對 或者是 嗯 過不去的關卡 過不去的關卡 卡住的狀態 我其實是可以 理解那個過不去的關卡 嗯 如果 憂鬱症那個時候 我也很多時候都會 冒出那種想死的那個念頭 那個 但是其實那個 就是你真的很痛苦 就是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 就是這樣子熬著 就是很痛苦 沒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沒有人可以理解我 我內心的那種痛苦 嗯 可能在外人來說 這樣子的痛苦 其實是 可以去面對的 或者是 對他來講可能是很好面對的 可是你知道 講的就比較輕鬆啊 嗯 因為你不是在那個局裡面的人啊 嗯 你根本就不理解他的痛苦或是什麼 像我爸其實一天到晚都跟我說他想死啊 嗯 他過得很痛苦啊 嗯 雖然他很不負責任 等等之類的 但我很清楚他過得很痛苦 嗯 嗯 那個是想得而不可得的那種 痛苦 我就覺得 應該沒有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去 感受另外一個人的痛苦 嗯 然後去說這些風涼話 我是這麼覺得啊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這分兩個部分來看這個東西啊 就是 你看有很多自殺 其實台灣現在自殺率最高的族群 大概還是 呃65歲以上的 年長者 一數據上數據上來看啊 那那 其實 大部分的 呃應該說65歲以上很多 我相信應該主要應該還是會因為是病痛的問題 嗯病痛 那這個東西他其實就 取決到這個 是不是應該有安樂死 對 在這個議題上面 這個我們可以另外 一集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嗯 那除了這個健康以外 我想這個 久病產生肯定是很痛苦的 那 現在還有很多的是 你剛說的憂鬱症這種是屬於比較 呃 心理方面的 心理層面 而不是只是單單 生理的問題 但你要說他是精神的疾病 生理的精神疾病那也是可以 但是我我比較prefer這個去稱這個為心理方面的 問題 那心理方面的問題的產生他就很複雜了 沒有一個人真的能夠理解另外一個人的心裡面在想什麼 那每一個人的身上背景啊 他遇到的關卡啊 他遇到的挫折 他遇到這個環境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都會 有很大的差異 就你沒有辦法住在別人的身體裡面去體會他 目前承受到的這個 這個傷痛或者是 呃 憂鬱啊 我覺得這很困難 很困難 我覺得我們這個 不曉得這個從小不知道不曉得是從小的教育還是 這個整個社會的框架啊 一直以來都 比較 避免去談論死亡這件事情 對對對 這是真的 很少 小時候人家就講說啊 這個我以後死了以後要做什麼 長長輩可能就是啊 呸呸呸有沒有亂說啊 就是你不要去討論這些事情 嗯 那到現在 大概 大概頂多大家可以接受的是說我們來討論說 我其實很想要放棄 放棄某一件事情 我不想要做這個事情 嗯 放棄是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說 我不一定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堅持 我偶爾其實也是可以放棄 但是放棄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情 似乎 到目前為止 對大家來說他還是 不可以被 觸碰的 不容易啦 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普遍的說 哦平常就可以跟你聊說 哎 我其實很想要死啊或者什麼 就不是一個很是 感覺好像是 應該被討論的東西 我有曾經 跟別人討論過哎 是 就是在我小時候 嗯 就是我憂鬱症那一那一陣子 嗯 我蠻常 就是 我蠻常會很白目的去在人家很歡愉 那時候 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 絕大部分的人啊 他們會 一直說 你 都已經 你有你有 勇氣面對死 怎麼沒有勇氣面對生 嗯 怎麼會沒有勇氣去面對那些困難 嗯 就是比較多是 這種比較正面的責備 正面的責備 對對對 那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勇敢的去面對你 人生的關卡 跟困難 嗯 那我就覺得說 這就已經不是什麼關卡了 因為 面對這種問題 對我來講他好像是 無法被解決的 嗯 比如說是家庭因素 或者是什麼什麼等等之類的 就是 我就覺得說 我當時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 走了 結束了這個痛苦 那我就 可以再重新來過一次 嗯 打電動不是這樣嗎 整群啊 快死了 我不管了 我要先先死 哈哈哈 你有試過嗎 就是打電動 下一局 我們下一局重新再來 開頭這樣總分開才會比較高 對對 就是說 我可以重新再來過一次 嗯 然後我 我那個時候 當下在聽到這些比較 看似是一個很好像很正面的鼓勵的那種 我內心都是覺得你們不懂我的痛苦 嗯 因為你們不是我你們沒有辦法去理解我現在有多難熬 嗯 我就是熬不過去了 我覺得我那一口氣 就已經快吐不出去了 喘不過來了 我喘不過來了啊 就你知道那個是 嘖那個痛苦就是你很想要去結束那個痛苦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是不是反而 你是真的想要結束的是痛苦而不是生命 對啊那我我我 只是說結束生命似乎是解除痛苦的比較快的方法 因為你那個時候很痛苦 所以你會覺得這一份痛苦好像在你這個人生當中 你看不到那個鏡頭 撐不下去撐不下去 因為你知道那份痛苦已經 籠罩住你了 籠罩住你 導致於你其實覺得 你前面沒有任何希望的路 嗯看不到光線你看不到 希望那一條路在哪裡 你都看不到 因為希望這件事情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希望而已嗎 因為他不是真實的發生啊 是可是你連這種 看到都看到這種好像算了 你就看到海市蜃樓你都看不到 那個哇那個我真的覺得痛苦 那種鬱悶啊那種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 可以想像 對但沒有辦法完全的感同身受 但只能說我們能夠盡力的去 想辦法同理 就你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沒有沒有希望完全沒有希望 嗯嗯 不容易這個真的不容易 你要熬過去真的很不容易 嗯就那一段 你知道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我有看到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我說哇那要是我的話我應該也是 痛苦到爆了吧 他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嗎 嗯那他就是在照顧他媽媽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他很想要 把他媽媽給掐死 然後掐死以後就是 自己割碗自殺什麼的 whatever就是選擇自己結束生命 你知道那個啊 哇我自己也覺得我很困難的能夠 我可以感同身受那個困難 很難熬過去的那個困難 那那一份痛苦 看到我也不行看到很親愛的人 受苦是很痛苦的事情很真的很痛 嗯尤其是健康上面的 比如說癌症啊有很多癌末的病患啊 嗯其實光不要講說癌末病患 自己很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時候你在旁邊照顧的人 也很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包含還有一些像之前呃 報道者不是有報道那個 就是你你長期照顧 對啊長期照顧自己的親人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會希望不如歸曲 真的是一方面想要直接把爸爸媽媽 或者親人殺死 然後自己再去自殺之類的 我覺得長照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健康出了問題 其實全家人都不會太好過 真的是真的 真的 可以可以理解是 我我我有回想 就是前一陣子我不是也憂鬱症爆發嗎 嗯 那因為我我現在 在當時的那個楚的那個 身份啊 狀態啊 應該是說身份也 或多或少影響當時的那個時候的那個狀態 可能跟我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憂鬱症的那個 狀態會 不一樣 嗯 會不一樣 那我們在面對這個 呃 這個憂鬱爆發的時候 那個 因為身份的關係啦 所以你內心的那個轉 轉折也 也不太一樣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熬過那一段痛苦 我就回想 小時候你去 我要去熬過那一段痛苦 真的很難 因為你是 一個人在那邊 撐著 但是 我可能換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那個有時候是因為你 嘖 會不會是我那個時候是 怎麼講 太急躁 嗯怎麼說呢 我我所謂的那個太急 就是我小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 很快就沒有時間了 我 呃 我什麼時候我一定要怎麼樣 這樣 然後 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 很希望可以把家裡面的事情 可以解決了嘛 嗯 我就希望說這些 我可以把家裡面的事情解決了 這些事情就不會再來煩我了 嗯 那我就可以去過我自己的人生 這樣 因為我常常覺得說 我的人生好像被他們 扮著 然後我什麼都動不了的那一種 你知道那一份急躁就是 你想要解決一些什麼事 無論是 呃 家裡面的問題還是什麼的 就是我的狀態是這樣 我的情境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那個時候是不是太過於急躁 那我那個時候在 呃 你知道有時候在 閉起眼睛在想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當你要熬過那一段時間 你可能真的必須要 然後 像打坐一樣 沉得住氣 嗯 感覺像是在修行一樣 我 我覺得這樣講 可能 有一點 好像你 很能面對那個痛苦 但我 我我不是 那種 我不是那個意思 嗯 只是說 你不是叫大家加油 我不是叫大家加油的意思 我是真的 闭上眼睛的時候 我真的有曾經這樣想過 就是說 我 覺得我 不能夠結束我的生命 為什麼 我覺得我責任未了 啊 但僅僅是因為責任未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責任未了 我僅僅是因為我責任未了 我這個我必須承認 就是 我還有小孩 嗯 我我我覺得我那一份理智是在的 嗯嗯 就是說 我只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說我責任未了 然後我的父母健在 不是因為我的父母健在 我要孝順他們那個意思 我不是那個意思 而是說 他們現在還是不是過得很好 我還是 不停的想要去解決我們家的問題 的這個責任未了 嗯嗯 我也不想要那麼 自私的就把這件事情放給 我的弟弟 嗯 因為他變成是最後一個人 因為他自己在承擔 這是這個是你可能可以預想的到的 所以我還沒有嚴重到我失去那份理智 但不表示我沒想過 嗯 那你知道 我就在想說 哇這份痛苦我到底要怎麼熬的過去 就是我真的覺得我好痛苦哦 然後我真的眼睛閉起來 我曾經有想過我過去的時候 的那個去度過那個憂鬱症的時候 跟我現在我要怎麼去 我現在怎麼去面對 我要怎麼去面對 所以我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 後面那個畫面的那個時間流 跑得不太一樣 嗯哼 就是年輕的時候 你覺得你坐在那個地方 可是後面的那個布景啊 跑的速度 啊之快 然後你好像 你很想要跟上那個布景 你很想跟上那個背景 你 因為它太快了 然後你很想跟上去 你很想跟上去 然後 我前一陣子 閉上眼睛在想的那個畫面 其實是 我要讓我自己 就像那個河 河流 的那個流水一樣 就是我知道可能他需要 很慢的去消化这个水流 所以我常常眼睛闭起来 我就开始在想那个画面 我每次想完这个画面之后 我内心就会稍稍平静一点点 我知道说我必须等待 就有耐心 就是那个等待应该是说 我不是说等到看到希望的光 而不是这样 而是说 我觉得我等待我可能 就熬得过去 就熬得过去 其实是需要有耐心的等待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现在讲可能有点 你知道 里里落落 但希望可以 你可以懂 总是一种分享 反正我那个时候脑袋里头的 那个画面就是 这个 我就回想我以前的画面 是那样 所以我 那当时 就是我前一阵子 去年吧 去年那个时候的 那个画面 它就是 那样 你知道那很像 就好像我在冥想一样 然后我希望我现在可以 沉得住气 然后后面就是 你知道 那个速度是这样 流动的 这样 我希望我就是用这样的速度 去走就可以了 我不用这样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我 我时间也是跟着在走的 这样 我是一个画面思考的人 所以我是用 陈述我脑袋里面的画面 去告诉你说 我当时其实是怎么熬过去 那一份痛苦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不痛苦 现在也痛苦 可是我会觉得 那个因为 你知道当时常常会去想 那个画面 我现在就很容易去 用这个画面 把我自己 那个很躁的那种状态 或者压下去 或者是我 我真的很想放弃了 无论放弃什么 然后我就去想这个画面 然后让我自己静下来 否则我跟你说 太困难了 这两年的时间 因为 我觉得每个人也 真的过得不是很开心 真的 然后也在思考很多的钱 路 去路 我觉得这两年 可能大家的那个痛苦指数 某种程度上 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说真的啦 对啊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用这种方式 去让我自己可以 稍微平静一点点 不然其实是很难的 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我不觉得很容易 嗯 有几个 有几个我看到的数据 一般来说这个 这个自杀率上升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是 像台湾就有以 2007年到2008年 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自杀率就上升很多 失业率也上升很多 所以它这个是 是有点正相关的 的概念 那 还有一个是 时候是 比如说社会变动 比较剧烈的时候 嗯 当 外界变动 变化输入太跨 我们有点跟不上的时候 其实 人的心理是会 相对的很浮躁的 或者是 很 没有办法转换 适应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 这个自杀率也是会相对的提高的 是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这样一路走来啊 嗯 我满常的时候 其实是 我以前小时候应该是 希望别人可以听我说话 嗯 我很像那种 快要淹死在大海里面 随便抓一根腹目 然后我就希望别人可以理解我 倾听我 然后 什么等等之类的 就是 呃 支撑我 就我真的觉得我有 我好像快要溺死了 那 当我自己 很 挣扎痛苦的 从那个 你知道 深海里面 不管是抓着哪一根腹目 游着游着游着 好像也上岸了 这样 我 我觉得那个不是 非常的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我现在不是说我自己多厉害 嗯 肯定不是 不是不是 应该是说 这一路上有很多的腹目 嗯 啊 运气还不错 运气还不错 然后 飘着飘着还有魔道器跟腹目 对对对 飘着飘着飘着 我也是就 你知道在海上啊 当你真的是 飘着飘着 你也不知道飘去哪里的时候 冥想真的是 蛮好 那我我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后来上岸了以后 哎 就变成是我可能可以去 请听别人 嗯 所以 可以把我很微小的力量也给别人 嗯嗯嗯嗯 所以我会变成常常是电话 会打电话给我 希望我可以去听他的痛苦 嗯对不对 张老师专线对 那我有一阵子就在想说 到底为什么打电话来给我的 都不是约我出去玩 都是找我诉说苦痛的痛苦 他们觉得你懂 对 也或许是这样 我今天在看所有资料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嗯 就是 如果 你能够从 人生的这一个苦难 滚过来 你就能够 把你 这个滚过来的力量 再传给 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啊 他在滚的那个人 嗯 其实这是一种 力量的一种传递 嗯嗯 你可以不需要去 随便 就是这个人 就可以抓到对的浮沫 你知道吗 不是松散的浮沫 哈哈 我说真的 就不是松散的浮沫 因为有一些浮沫 真的很松散 因为他也不会有 体会到说 你到底有多痛苦啊 他也不可以 他也没办法 可能有同理心 我觉得蛮难的 同情心是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同理心 是蛮 蛮难的 所以 我今天在看到很多资料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一些人 真的从这里面 滚过去的人 他 他的力量 很大 他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 给下一个人的 嗯 无论他认识的 不认识的 嗯 他都能给 我是这么觉得 我有曾经接过那种 他此刻就想死 嗯 就真的此时此刻 他难过到一个 他已经没办法呼吸了 连讲一个字 跟我讲一个字都很困难的 嗯 相信 嗯 你这个时候要跟他说什么道理 这种时刻就是 不说话了 你不要跟他讲任何的道理 什么 你还有爸爸妈妈啊 你还有责任啊 那多元太多了 那多了好 那个真的是多了 真的你父母会很很伤心啊 不公会为 是一定的啊 我想到这个早早期 你去看那个自杀的原因都是因为 人生过的太苦吗 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太穷啊 这个日子过的苦啊 所以早年都是 可能是在农村的人 喝巴拉瓜啊 自杀或者什么 但是我后来去看数据啊 你就发现 这个全世界排名前几名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都是那种过得超苦的地方 可能是非洲的小国 南美洲北边的 嗯 小国都是那种 人均人均GDP超级低的地方 都是非常可怜的地方 但是呢 全世界平均 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其实欧洲 欧洲其实是相对富裕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特别穷的地方跟特别有钱的地方 其实都 自杀率都比较高 杀率最低的地方是那种 正在赚钱的开发中国家 开发中国家 正在赚钱可以理解啊 嗯没空 对啊因为他就 而且我跟你说开发中国家的人 就是特别容易有一种 那种 你忧郁症就是你日子过太爽了 那种言论 你说像吴宗 吴宗宪之前讲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同意同意同意 就是他是那个开发中 台湾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的时代的那一代 对 他就很特别容易会有这种 当他努力可以赚到钱的时候 嗯 他特别会有这样的言论 特别会觉得就是你就是 贵心送贵心送 对啊 太贪心 而且哎我跟你讲 我说真的 我很讨厌别人说你想太多 嗯嗯 这种 这个世界上没有想太多的问题 只有想太少的问题 呢 嗯嗯 你是不是想太少了 哈哈哈 真的 就还呢 因为有时候觉得 很多人 就是在面对一个 问题的时候啊 那就真的是想太少了 因为他只有想自己的一个面向而已 我觉得人类都 试着 把他眼前的问题去简化啦 对啊 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他人 对于某些事情做出某一种反应 我们都试着用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去 去理解 嗯 但其实很多时候 像自杀这个题目好了 我越看越多案例 我会觉得说 他其实是真的很复杂的 每一个人都有 在个千百种 千百种 不种不同的理由 不同的原因 不同 你没有办法去归纳 你没有办法去 没办法 去 去责怪或者是去 去理解或者是说去肯定 whatever 其实都很困难 那我只能说 我我看到后来 我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 法国的 我我最喜欢的一个观点是 呃 跟大家分享是 我看到那个法国的哲 哲学家 你为什么要讲一个观点 然后要讲那么多废话 哈哈哈 前情提到 就是法国哲学家沙特啊 他有一个 概念叫做他人及地狱 哦 ok 啊我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概念 他那个概念为什么叫他人及地狱 就是说 他那个其实是出自他某一个 剧剧作 啊我忘记叫我名字了 那就是说有他有里面有三个人 到底要讲什么 不然讲不好里面有三个人 然后呢 这三个人 本来是要下下地狱的 就他们在一个小岛上 然后准备要下地狱 就他们在下地狱的过程当中 他们这三个人就 互相 的观点 就是让对方生不如死 所以到最后他就叫他人及地狱 就是因为有了其他的人嗯 我的帅跟丑才有比较的意义 啊我懂我懂啊 所以呢 这个他人很有可能到最后就变成你的地狱 我懂 啊那这个事情 尤其在现今的社会 会更为严重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社群 媒体非常发达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干什么 哦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 不管是网路霸凌也好 或者别人在网路上 批评你的作为也好 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接受到这么多讯息 现在我每天都要接受到各式各样的讯息 你一毕业你就会看到你的同学哦 他已经赚很多钱 啊谁谁谁已经赚很多钱 为什么还赚那么少钱 所以就会有比较 所以你就会你就会发现哎 你自己好像做的不够 你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你你会每天都在处在这个比较当中 呃去建构你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 恐怖而且很危险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他人籍地区 其实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正确的看待他人的眼光 他眼光重要 你可能可以拿来参考 但你不能把别人的眼光 看得太大 那 如果你没有办法正确看待他人的眼光的话 他人就会即将是你的地狱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正确的看待你自己的话 那譬如说 你自己犯了错 但你都去责怪外界的环境 带给你不公平 带给你 不好的影响 你的家庭 带给你不好的东西 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即将是你自己的地狱 整个话 简单来讲就是说 其实人 简单来讲就是人除了自己以外 他必须生活在群体里面 就像我常常在讲的就是 你个人跟群体是不可以分开 你同时间又渴望 获得群体的接纳 你同时间又讨厌群体对你的霸凌 那这件事情会一直不停的发生 一直不停的发生 你永远会在这个 循环当中 做挣扎 那 这个时候我就要套用之前王兴凯讲的一句话就是 你必须要如实还原 这个情绪的大小 如实还原他人眼光的这个大小 把所有东西都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那所谓这个正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是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正确的 你怎么知道别人对你 霸凌 不是过度的 其实还是真实的 这很多很多的时候 说的有时候 比较容易 但真正要能够做得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前之前 很多时候我常常问你 因为你因为很多人评 评给我的评价就是 我很难相处 嗯 然后呢 你 甚至还会有人 就是你出去喝酒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吧台就把你围住 然后就 特别问你说 停这么难相处到底为什么你可以跟他相处 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 因为他们也没跟我相处过 嗯 然后他们就评论我说 你为什么 可以跟一个这么难相处的人相处 嗯 然后我就问你 说哎 那你觉得我真的很难相处吗 这样 然后你就会反过来问我说 就是 你 为什么要这么在乎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 这么质疑这件事 嗯嗯 我就说我就只是想要了解啊 嗯 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很难相处的人吗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不好相处 那就好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相处达人 哈哈哈哈 那有点过头了哈哈哈 这有点too much 不是 我的重点都不在于说我到底好不好相处 嗯 我的疑惑都是 他没跟我相处啊 啊 我的重点就在这里了 嗯哼 就是你都没有跟别人相处过 你怎么会去评断别人啊 是啊 所以 我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是你想了这样的状况的话 他的意见根本就听一听就好 是啊 可是你知道现在的网路霸凌就是 就是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之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年轻女艺人 然后他因为网路霸凌这件事情 有影响到他非常的严重 然后他也是跳楼自杀就走了 每天都其实每天都会看到 不同的案例 不同的案例 不同的对 可是我我觉得网路霸凌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 因为韩国也蛮多这样子的案例的啊 因为网路霸凌然后音源走掉的 因为承受不了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看我们 第一集录的这个 我们就要找胡彩萍 胡彩萍 聊的对 为什么使用社群媒体容易不快乐 对 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是 我其实那时候设定的话题 议题其实是 社群媒体的应用啊 就是里面最早想要谈这个 对最早想要谈的是这个 就是说 我就 没比这也扯远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最近网路霸凌 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够严重的 是 严重到我觉得你们这些人 真的觉得你们打打字 不用负责 嗯 你们真的觉得打打字 跟造口业是两码子式 哇 我真觉得 啊 我不懂 但我觉得人慢慢要能够是 我我觉得这个 这个网路世界慢慢人要能够 适应 并且去了解如何在这个 世界里面存活啊 就是说 以前 你做了一件事情 可能会 讲你说三道四的可能 只有 村口的 阿嬷 附近的隔壁邻居 可能就加起来不过不超过十个人 而且这十个人真正 对你的评价最后会传到你耳朵里面的大概不超过五个 嗯 所以你只要听一听这五个就算了 现在不一样啊 你PO一个文章如果是很瞎的 或者是不见得是很瞎的 但是可能在 在网路上 不小心被人家转发 你就有可能会有几千个几万个人 在你的板上留言 对你做人身攻击 对你做各式各样的批评 指教 那你必须要去理解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真实的 而且很多人都没有不认识你 他们讲的其实也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就慢慢你要去理解这样这样的事情 你你反而真的应该在意的是你身边 亲近的人 你在意的人 甚至你亲近的人有时候讲的话 其实也不是那么中肯 很多时候 是 所以慢慢的就是你要去理解 这个社会 你要去理解你自己 要在这个两个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 我我这是我的看法 不然这个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容易造成 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觉得在这中间 很痛苦然后最后就选择自杀 我就是觉得这个是超级没有必要的 没有我我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 因为你这样讲就是那种 如果我是很痛苦的过程的时候 我如果现在正在网路被网路霸凌 我很痛苦 你跟我讲说其实没有必要 我完全听不清楚 不是不是我说的没有必要是 没有必要tag too serious 我觉得那个叫做无谓的牺牲啊 我觉得那叫可惜啊 我我我我我单纯 我懂但是我要跟你讲 我我并没有谴责 我并没有我跟你讲 我没有说你在谴责 我只能告诉你说 当身处在那个痛苦的 过程里面的人啊 我说真的这些东西他也听不进去 那当然当然 完全没办法 肯定就是说 如果我是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是我 你不理解我的痛苦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就是我20出头 所以那个时候的忧郁症 那个时候谁跟我说什么 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 真的都是一样的 我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怎么说呢 他可能都有一个 契机点 去找到属于你的服务 在当时的服务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不想见朋友 然后我会觉得 朋友跟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几乎都听不进去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理会了 你知道吗 我感受不到 任何一丁点的什么 我完全没办法 无论他们跟我说的是 好的 不好的 有没有道理的 什么的 我不管了 真的完全不管了 我是真的从 不知道拿起哪一本书 忘记了 不知道是张爱玲还是什么 那时候我从台湾带了很多书去 然后我就随便拿了一本书看 大概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我好像只能投入在 书里面 然后 我就会好很多 嗯 但是那个时候 任何身边的谁 跟我说什么 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我有的时候 甚至会是 我今天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难受 很难受 我真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打开我的电话 不想要找任何一个人 跟我聊聊天 我会思考很久 然后好像我觉得 他能够理解我 因为可能他过去跟我最亲近 我可能按下那个电话 打电话给他 然后聊完一场之后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应该打 打这通电话 因为我越聊越难过 其实是有这种的经验的 有时候难免难免 对 然后其实不是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办法跟别人 聊这样的事情 对然后 他也没有 因为我最讨厌当时很多人在跟我讲 然后就说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你别想太多 你别想太多 我真的不喜欢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 那个时候听这句话 听到我的耳皮啊 那疲惫的皮 就是不不喜欢不喜欢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像你讲的 这个真的很像 就是你如果 到达一个状态的时候 很像溺水 会很需要 当你溺水的时候在 有人在跟你讲说 那你平常就应该学一下游泳啊 这些有点多余的 其实他真的需要的是 一个服务 一个救生圈 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或是都有这个 机会成为身边的朋友的 或是家人的服务 或是救生圈 只要你愿意 胜出手 陪伴 关心理解 我觉得就够了 真的 我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东西就很像 就很像 呃 我们常在讲女人啊 在跟你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 只要听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很难扯 不会不会这我 那这是我我 切身经历嘛 就我我大概可以理解 切身经历 就是这样的状态 就就是女女生有时候他 他遇到了一个挫折 或者是遇到了一个 不公平的待遇 他有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都是情绪 很多时候那个是情绪 那那 这个情绪 有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出口 有时候 情绪累积久了 会让你造成一些苦痛 那有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出口 他并不是真的需要你帮他解决 什么实质的问题 有时候啦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如果可以 稍微去 试着去 啊 应该说拖着吗 或者是陪伴吗 我觉得是可能是陪伴吧 沙特不是说这个他人及地狱吗 我另外他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怎么样 突破这样的状态 其实他鼓励人去争取自由 争取属于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不要冒犯到他人的边界 这是他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说 你要勇敢的去争取你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同时间你尽量不要去侵犯到他人的 他人的边界 因为在某个程度上他人及地狱的概念是说 他人的眼光 如果你面 在看着你的时候 其实他人就是在试着想要去支配你 那你唯有不要 正确的去看待他人的眼光的时候 你才不会为他人所支配 但同时间 他不支配你很有可能你就会支配他 人是这样互相的 因为人是处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是这个环境吞了你 就是你去吞了这个隔壁这个人 你就是环境另外一个环境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你在争取你自己的自由的时候 同时间你必须要去注意到你 是不是正在毁灭他人的自由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身处在这一个环境之中 尽量要能够做到 知道自己是谁 理解这个环境 互相不要 侵犯 这样的状态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体两面的 譬如说有些人很勇敢 他很有正义感 但是正义过了头 他其实就是霸凌 你看网路上很多这种很有 不小心去霸凌到别人 他其实很多也是很有正义感的人 我懂 对不对 但其实你取着一个旗号 对不对 做了正义的事情 很多时候你只是去把一个 另外一个人压死而已 另外一个人犯的罪可能也没有这么严重 对 不是因为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好像 想到很多 过去的事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 我刚刚突然冒出来说我觉得善良这件事情很重要 善良是最困难的 真的 我觉得善良这种 因为聪明 它是一种 天赋 善良是一种选择 善良是一种选择 对 绝对是一种选择 选择善良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困难的 嗯 无论是什么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 你能够选择陪伴这件事情 选择如何陪伴这件事情 它都是 它都是 善良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你知道 拿着电话 听一个人 把负面能量都倒给你这件事 其实 很难 你自己会受不了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的人 你会希望他不要想太多 然后你会希望说 赶快把这通电话结束 叫他不要想太多 因为这通电话并不欢愉嘛 不欢愉 一点都不欢愉 一点都不欢愉啊 所以你的内心某种程度上 你也会希望这通电话赶快结束 你不会 你不会一直从头到尾的 无限陪伴 你陪伴不了的 真的 所以我就说同情是很多的 同理是很困难的 我可以跟你讲十分钟 可是我可能很难跟你讲 一小时 可能啊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 陪伴它其实是 所谓这种善良啊 陪伴它其实是 奠基在一个平等的 概念之下 就是我其实没有比你比较 更厉害 我也没有比你比较好过 对 他这个概念是 是是 今天不管你多不好过我其实 跟你是平等的 对我也是没喝过 我我只是你旁边的一个 朋友一个人而已 我并没有比你 厉害一点 但如果你说 嗯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但是没那么严重 对不对 或者是 那个其实是 你试着要压过 他吗 你你试着是 你是从高 高速的位置去 想要把他拉起来 我只想要把他 解决他的问题 但很多时候其实 他只是需要有一个人 跟他站在同一个高度 去 一样溺死的高度 对 对 你就是陪 就是陪他 飘在那个水里面 就就好了 对他并没有希望你在暗上 把他拉起来 对或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也也有一些人是 都不说的 哦不说 这最可怕了 这真的很恐怖 对啊 这个没办法 就默默的要 自己就 度过那一段 他都不说 我觉得不说才是最可怕的 嗯 真的 这个没有办法 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个朋友 然后他就 就因为那个 艺人的 事件然后 他也有 有些许的感触 然后他就 在那个 脸书上面 就写了一些他的看法 然后他最后一句 他就说 我的朋友 如果你 真的 想 结束自己的生命 能不能够 先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好好 先聊一聊 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 善良 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就是 你可以知道说 选择陪伴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 真的 这个社会基本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辛苦的 地方 的地方啦我觉得所以 久而久之 就是 怎么办 因为我怎么突然想哭 什么意思 大家都 其实大家都有他自己辛苦的地方 有些人表现得很坚强 但他其实 说不定他 私底下也是很辛苦 他没有让你知道 那 所以其实久而久之 人跟人之间就会变得相对的比较冷漠 对啊 你看我们以前 现实生活中 生活中你可以 认识的朋友 不过十几二十个 你现在脸书上 动不动就 四五百个 甚至我看最多是可以五千人吗 对 有很多人都是四九九九的那边 飘来飘去的 有不是没认识那么多人吧 有不是 对他们 你根本就算认识这么多人 你也没有时间 一个一个去 对啊 看他们也在干什么 所以 当你当你在这个虚拟世界 你的朋友变多的时候 其实 你更寂寞 你更寂寞 因为你并没有办法跟 更多的人 深交 对 所以久而久之 你会对于 这个世界上的 其他人 感觉好像更冷漠 但其实不 你不见得是更冷漠 其实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去 回应 身边所有的人的 所有的苦痛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有一点点 力气 能够 试着去当出那种 当那一个 稍微 可以接触他人的人 或者你愿意伸出手 去 陪伴 需要陪伴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做了一点点小事情 还有可能对别人 可以造成很大的力量 我其实觉得如果 真的很想要 要去安慰那个 或者是你想要去陪伴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 你只要告诉他说我在 就可以了 我都在 你随时 让我知道 你的需要 就好了 就你就真的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 你真的不要跟他说什么 什么都不要 不要去跟他说 不要想太多 嗯 不要去跟他说什么 你还有什么责任 你千万也不要跟他说加油 哈哈哈 哇 这个真的都是 我还想讲一个 就有时候 这个家里有 这个想要自杀 傾向的 小孩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个家长啊 千万不要跟你的小孩 说你不要想太多 对真的 因为很有可能 很多时候他想要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 真的 之类的 啊 真的 就我们 就是 我们女儿也会有跟我们讲过 对对对 但是就是陪他聊天 陪他聊天 就真的认真陪他聊天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那什么事呢 什么事情引起的 我觉得对待朋友应该也是这样 就是什么事会让你这样 那父母的事 OK 父母的事 他现在怎么了 就你必须要真的完完全全的去理解 而不是在一个不理解的状态之下 然后就说人家 想太多 然后或者是说这有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种 那是风凉话 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想 越怒耶 抱歉 哈哈哈 很多时候我我我我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啦 就是 你说很多人会有这种自杀的念头 那只是一个念头 很多时候刚开始 很多时候只是他遇到了 人生中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他把这个 自杀列入他某一个其中的选项 他不见得真的马上就要去执行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陪他聊聊天啊 让他帮他理清一下目前的状态 在肯定他实际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情绪 就像小孩子哭闹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的情绪是在的 但你 你如果能够肯定他的情绪的时候 他或许他就会觉得他自己没那么难过 他就不会不见得会去往下去做什么 但你讲到一个关键字 就是肯定他的情绪 肯定他的情绪啊 因为我觉得情绪 通常有情绪的时候 对情绪都是真的啊 对 所有的情绪都是 但通常大部分的人 会否定别人的情绪 啊 然后会去说你现在就是用 你不要用情绪来跟我说话 理智一点 我们用理性沟通 理你吗 哈哈哈 抱歉 我现在就是有情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也同时也是尊重别人的情绪 是啊尊重别人的情绪 真的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情绪的 嗯 可是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是 希望不要有情绪 忽略情绪 嗯嗯 然后 这个情绪不重要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没有情绪不 便不代表别人都没有情绪啊 对啊 我是这样觉得啦 真的 虽然我是真的相对比较没有情绪的人 可是我都 我记得我有一次不知道人家问我说 真的有情绪的时候怎么办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 你必须用理智 去思考一件事情 然后希望情绪不要被放大 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人问我说 怎么把情绪放小 我说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情绪放小 我都把我的情绪能放多大就放多大 我跟你说 大到啊 他爆炸就围了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情绪就是把那个情绪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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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 他不够大 你就让他再大大到他爆炸 爆炸他就变碎片 嗯 碎片就变得很小了 对不对 没有了我的画面都是长这样的 就是我从来不去试图 掩藏那个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情绪自己的情绪 你也要相信他是真的 等一下 我们从来没有 不相信自己的情绪 没有有些人会否定自己的情绪啊 那都是因为别人先否定 所以我们就会否定自己 就是因为 别人会告诉你说这个情绪 有这个情绪是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 中年男子会去自杀吗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说 中年男子不应该有情绪 不是 你是你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啊 不应该有情绪 你要赚钱养家 你要 做一个更好的人啊 你要 成为你小孩的典范啊 他有各式各样的道德枷锁 跟社会希望 灌注在他身上 然后他又 不善于 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觉得 表达自己的情绪是 羞耻的 羞于贱人 因为男人就应该很有 你知道manhood 就是那种男子气概 不应该像 你阿门一样 早期是这样了 好哦 不应该把他打情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不是罪 对对对之类的 早期是不不鼓励 男生是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吗 ok 所以后来那中年男子 譬如说中年失业之后 就受不了就去自杀了吗 很多哦 这个很多哦 非常多 尤其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这个男男人 你知道现在男人的自杀率是女人的几倍吗 至少是两倍以上 台湾是这样 哈 真的台湾男人的 呃 每10万人的 呃 自杀的人数是 女性的两倍 ok 对 这其实就是在于我觉得情绪 懂得宣泄自己的情绪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如是还原 你的情绪的大小 以外 我刚刚讲的这个 呃 要去理解这个他人眼光 把它摆在正确的位置 跟理解你自己以外 我觉得其实 事实的宣泄你自己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哦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很多时候 情绪如果没有 適度的宣泄的时候 累积久了 他就会变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跟苦痛 我刚突然想想到一件事哎 我记得之前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那种 他就是突然跑来 然后就问我说天忆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有曾经想死过吗 然后我就想说你大老远跑 就为为了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就回答我说有啊 怎么了吗 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死 问这么直接 对 好没有礼貌 他就很想知道他非常直白的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想要快速得到答案 对他想要快速那我你为什么没有死 这样 我就说这个问这个问题通常就是他自己想要死 但他一直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死吧 我我在想也是这样 然后他大老远就 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 听你有想过要死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你什么没有死 嗯 然后我就看了他我就弄了好久哎 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真的我真的弄很久 然后就 我说 让我 呃我就说那些让我不舒服的人 都还没死 我怎么可以先死 我怎么可以先死 哈哈哈 哎 这样讲没有道理 然后他就笑了 这样讲没有道理 对我就说不是你在笑什么 我是说 我是说我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争一口气的概念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我比较硬吗 啊你是属于争一口气的人 我就是属于那个硬派的 拎背都不行 就是我 想想想想想到最后就会 拎背都不行 就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跟我一样 就是硬派到底的那种 嗯 但是我就是 别人 那些让我不爽的人都没有死 我为什么要先死 是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是 就像你就像你之前 在心情很低潮的时候 你会去从书里面啊 或者是电影里面得到一些力量啊 我觉得可以解释的事情是说 其实这个人生是很荒谬的 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这个事情 或者你必须要认识的事情是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很荒谬的 人生在某个程度上 以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讲 他就是 个人受苦的过程的总和 人生其实是苦的 人生就是很荒谬的 但你 你应该 要选择的是说 我要跟这个荒谬共处 而去享受这个荒谬的 过程 还是我觉得这 人生实在太荒谬了 我赶快结束我的生命 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是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要选择其他 啊其他是什么 我要跟别人比 谁荒谬 哈哈哈哈 哦你是变最荒谬的那一个 我一定要是最荒谬的那一个 哎这也是一个路线啊 有一部韩国电影啊 我觉得很 他有一句话非常的棒 你说人生就是荒谬的吧 对不对 对生命若不荒谬 何以成诗篇 啊 我一定要比到最后 看谁最荒谬 我没有最荒谬我只有更荒谬 更更更 哦 我动力又来 哈哈哈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样可以吗 这也要比 哈哈哈 我要去比 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会后来发现 其实 最荒谬的人 其实都还蛮受人崇拜的 我不是罪啊 我没有罪 我是更更哈哈哈 我没有罪是更 罪 罪是那个不见得能够罪啦 但是 只要more就好了 对 我不要most 我要more 对比多一点就好了 对比别人多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也要比 这个要比 如果没有 比不过怎么办 真的很不认输 哈哈哈 比不过怎么办 真的很不认输吗 真的很不认输 连荒谬都要比 我不管我一定要比 我觉得 哇你刚给了我一个 你知道 更好的hint 我接下来的人生 无论有多荒谬 我都要跟人家比 我要比到最后一刻 我无法呼吸的那一刻 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对不会知道 我人生到底有多荒谬 嗯 good 我就要看到底 我看你能多荒谬 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有没有 很好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人生动力啊 这也是一个人生动力啊 是不是 人生还是有点动力 没有动力就很容易 对 不可以认识啊 我觉得比荒谬 这件事情实在是 太优秀了 谁会跟我 谁谁会比这个 没有人会想要比这个 我肯定第一名 因为没有人想比啊 当我们 如果没有办法在 人生正规的 几个路途上 比如说财富 对 幸福 什么之类的 上面比赢人家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比荒谬 哦 对不对 听起来又有点动力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谁要比这个 大家都知道是比其他的 我们比荒谬 比有钱啊 对啊 人生胜利主啊 所以 没有我们比的是荒谬 是不是 我比你荒谬 帅的 有没有 嗯 有 对不对 good idea 我们就来比比荒谬 找到自己的 我们终于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了 就是跟别人比荒谬 哎为什么 这一集 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可能 聊不好哎 嗯 而且我觉得我会聊的非常的沉重 因为我好像 就在看资料的那个过程 我心里有点承受不了 嗯 对这个这个这个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容易聊的东西 结果到最后被我们聊成这样 对啊 我们到 我们实在是很荒谬的人 对 才有办法把这个题目聊的这么荒谬 哈哈哈哈 我必须要说 真的 是不是 怎么会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结尾 哈哈哈 荒谬结尾 没有我们希望大家都 能以荒谬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 哦 我我我是这么想的啦 就是说 如果你人生 真的在此时此刻 真的 你受不了过不去啊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 给我们一个什么机会 给我们跟你喝酒的机会 没有什么是一杯酒不能解决的事情 不知道也没有 也不是这样说 如果一杯酒不能解决就两杯 不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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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我应该是说 就是 我们或许 不是 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你的人 应该是这样讲 绝对不会是啊 对 不是或许对吗 不会是 绝对不会是 绝对不会是 可是呢 我们可能 会是 可以带给你 笑容的人 嗯 因为我们两个非常的荒谬 哈哈哈哈 我是这么觉得 好啦 对 那我们今天就 录到这里啦 好吧 OK 我 我以为我会哭哎 没有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继续过下去的动力了 就比荒谬 哈哈哈 你哎 人都不觉得我这个idea不错吗 这个idea不错 感觉没有动力 超有动力的啊 想到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可以做 对啊 跟人家比荒 没有谁会比啊 对不对 哈 OK 好啦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ogle 在那里 什么 感谢观看